2022年2月1日 随着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兵败越南 提前两轮宣告无缘卡塔尔世界杯 中国球迷的期望又一次以失望告终 足球被誉为第一运动 深受人们喜爱 发展和振兴中国足球 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 然而当中国众多体育项目蓬勃发展 男足水平却一路下滑 假赌黑丑闻频发 行业乱象丛生 与人民群众的期盼渐行渐远 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 这是无数球迷多年在问的问题 从2022年底开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会同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 湖北省纪委监委 采用市组地联合办案工作机制 彻查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件 深挖背后的问题根源 足球领域它出现了系统性 探访师傅版 季节监察机关重拳出击 不敢不能不向一体推进 诚挚力度 前所未有 2022年11月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 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足坛反腐由此拉开大幕 随后 中国足球协会陆续有十多名高层和中层干部 接受审查调查 其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 中国足协原主席陈虚元 纪检监察机关 还会同公安机关调查数十名涉案人员 涵盖教练 球员 裁判 俱乐部高管 经纪人等方方面面 随着系列案件调查全面深入 足球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逐渐呈现出来 经常通过数钱 往来疏通办事 在这方面好像形成了一种 有点像惯例似的 中国足球 腐败不是在一个方面 是全方位的 我们有的事情觉得在足球圈里面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现在看来很多事情都是违法的 违法犯罪的事情 李铁是本次专案第一个接受监察调查 并被留置的人员 事实证明 这个切入点的选择是非常精准的 他既在多家俱乐部担任过教练 又曾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在足球领域关系盘根错节 以他为突破口纵身挖掘横向拓展 牵出了从联赛到国家队 从俱乐部到足球的若干涉嫌 违纪违法犯罪人员 以及种种黑幕和制度漏洞 作为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的派出机构 我们组立足职责定位 在发泄离铁的一群谋似的问题后 我们一方面严肃查处 一方面我们想以此为突破口 发现中国足球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回答广大球迷 中国男子足球为什么上不去的疑问 从而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离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队主要链 是因为先后代理两支中甲球队 成功冲入中朝 这些成绩对他的这个行业地位 实际上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但事实上 离铁两次带队 深入中朝 背后都是大量的夹球 离铁退役后转向教练岗位 2015年8月 他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首次担任主教练 当时赛季已经只剩9场比赛 华夏幸福仅排名第6位 冲超前景并不乐观 离铁一上任 俱乐部就直白地提出 希望他动用人脉收买对手 我做球员的时候 最震恨的就是踢甲球队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这些可能会能帮助我们球队 增加几率 第一次独立成为一个球队的主教练 所以呢 也是有特别想证明自己的这种心态 调查发现 一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 带动的金元足球氛围 是中国足坛风气恶化的重要催化机 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看到之前 恒大俱乐部通过投资足球 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效应 于是也试图效仿恒大 通过烧钱寻求短期快出成绩 定下了第一年就必须冲超成功 第二年要获得亚冠参赛资格 第三年就要中超夺冠的目标 我们公司文化叫千方百计实现目标嘛 所谓的千方百计就包括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就希望尽快的能能拿到好的成绩 能对公司的品牌有影响 李铁上任后 赛季最后八场打出了一波神奇的八连胜 使得华夏幸福最终以一分模式领先竞争对手 冲超成功 经调查 所谓冲超奇迹 完全是金钱之手在背后操弄 例如赛季最后一场 华夏幸福必须胜或者贫才能确保冲超 俱乐部为此砸下重金 最后一场比赛吧 我们大体上花费了1400万元 当时是跟深圳队俱乐部主教练 还有球员 这个都打了招呼 深圳宇恒俱乐部官方层面 收受了华夏幸福巨款 同意放水 同时为了多重保险 李铁的教练团队则负责从个人层面 直接收买对方球员 李铁受益助教郑斌联系上了郑斌在深圳队的老乡 主力后卫李斐 我们的实力其实应该是超过他的 就是正常打就能赢 但是呢就想去用一些这种方式可以做到百分之百赢 大家就是对这个结果太看重了 李斐开价600万元 表示会帮他们打点多名关键球员 华夏幸福一口答应 讽刺的是 如果不是这次调查 没人会知道这600万李斐 其实是自己堵囤了 其实我也没找人 因为当时 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来说 他们都占有 我们当时客场 又是刚搞完集 心已经闪了 就想到最后一场 大家都不受伤 人把最后一场比赛踢完 我们就放假了 正如李斐的判断 他截留这600万 也不影响华夏幸福 最终以2比0获胜 一场平实力就该赢的比赛 却偏要走邪门歪道 荒唐背后是极端的 急功近利的心态 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 获得了成功 立场就会让自己变得 越来越急功近利 为了要取得成绩 找裁判做工作 送来对方球员 教练 有的是俱乐部 找俱乐部的 这种方式 变成了一种习惯 或者说是 甚至到后来 有一点点依赖 李铁在华夏幸福俱乐部 打假球 尝到了甜头 到2017年 他被聘为 武汉卓尔俱乐部 主教练时 开始主动向俱乐部 推销假球 我第一次接触 打假球呢 你可能想不到 是李铁找我 我就说 好像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李铁 在李铁的怂恿下 武汉卓尔俱乐部 也决定不惜血本 冲一把 2018年7月6日 武汉卓尔提前三轮冲超成功 球迷投入的是真感情 但是看到的却是一场假戏 欢乐的记忆都是虚构的 这会给人一种 瞬间崩塌的感觉 这种感受实际上会一点一点的侵蚀 大家对足球运动的热情 而之所以不正之风在足坛不断滋长蔓延 一个重要原因是 本该负起监管职责的中国足协 多年来有多名干部自身抵不住诱惑 被裹挟进俱乐部的资本游戏 不仅对弥漫的歪风邪气放任不管 甚至主动利用职权 帮助俱乐部在保级准入裁判判罚 赛程安排等多个方面 谋取不正当利益 陈虚源是2019年8月22日 在河北湘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 当选为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的 而他当选的前一晚 就有两名地方足协负责人 相继敲开他房门 各送上了30万元拜码头 请托他多多关照 陈虚源人还没有上任 就感受到了这个圈子 潜藏的巨大利益 随即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到我房间一来 把商店包往我沙发上一放 说冲主席啊 恭喜你啊 祝贺你啊 希望那个多关照 然后说什么东西啊 他说老规矩了 我们都这样 挡不住老规矩的陈虚源 自然也挡不住 俱乐部的巨额金元公事 任职几年来 他收受多家俱乐部钱财 累计达数千万元 足协主席是这个样子 足协多个部门负责人 也八仙过海 各仙神通 专案组通过他们的案情 解剖廉政风险点 发现足协虽然只是一个社会组织 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 和公权力 但权力失去监督制约 致使靠足球 吃足球 大行其道 联赛管理长期是管办不分 足协既监管又组织 权力过于集中 这样的话肯定带来很大的风景 监管者呢 也都成了被围猎者 被俱乐部 以及俱乐部背后的这种资本 所绑架 放弃了对足球 这个行业的监督权 而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赵财 也同样公器私用 靠体育 吃体育 靠足球 吃足球 收受财务 数千万元 对足坛乱象 听之认之 2022年 有线索反映 中甲联赛一些比赛 存在甲球赌球嫌疑 国家体育总局 收到相关线索后 要求杜赵财牵头 进行调查重理 然而杜赵财却偷换概念 用所谓调研来敷衍 把调查改成研究 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也没有处理任何人 只是做一个调研报告 他本应带领中国中协当委 耽误起中国足球 全面出源自党的独立责任 但他这个不敢抓 不敢管 也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中国足球领域 腐败问题严重 行业生态恶化 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高度重视 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高度关注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强调要着眼长远 与夯实基础相结合 持续用力 久久围攻 杜兆才和陈虚元 作为足协负责人 本应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将推动改革作为第一要务 然而 他们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 见效慢 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 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 压保在豪赌世界杯上 而当时还有一个人 也想要豪赌世界杯 那就是李铁 他感到 打假球取得的虚假战绩 已经为谋求男足国家队 主教练职位积攒了资本 但还需要临门再推一脚 2019年8月 当他得知中国足协 要组建男足国家选拔队 参加东亚杯时 感到机会来了 因为我太想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了 所以呢就想了很多办法 找了很多人去请托 找了足协的领导 能够帮我来说好话 能够推荐我 李铁行贿的思路和踢甲球如出一辙 觉得需要多重保险 他一方面游说卓尔俱乐部出钱 帮他做工作 表示如果自己能上位 也会在多方面回报俱乐部 俱乐部为此拿出两百万元 向陈虚员行贿 另一方面 李铁觉得时任足协秘书长刘毅 也颇具话语权 于是又自掏腰包 送给刘毅一百万元 俱乐部给我送钱 跟我推荐 他说陈主席啊 李铁这个人不错 国家选拔的主席 他是他为他的未来 能够创造一个机会 创造一个平台 约我聊天 谈国家队的建设的问题 那时候呢 趁那个机会呢 给了我钱 他希望就 秘书长你要多支持 我说没问题 我肯定 我肯定支持你 就这样 李铁如愿成为 男子足球国家选拔队主教练 到李铁辞职后 随即被火线任命为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确认获得这个职位的第二天 李铁就飞到武汉 和卓尔俱乐部谈交易 实际上就是利益交换 谈得很赤裸了 我带哪几个球员进去 可能哪个球员 会给你们上上时间 在足球层面上可以 反正肯定会搞好关系 帮你们集中学资源 他给我们开出了这么多 非常诱惑的这种筹码 向我们要钱 李铁与卓尔俱乐部 以总额六千万元的金额 签下了一纸所谓的格同 实际只是以此为幌子 来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 随后 他很快将卓尔队的四名球员 选入了国家队大名单 那天看到那个国家队名单 我脸是发红的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我们球员的能力 进不了 一个都进不了 一旦球员和教练选拔 被当作谋取私利的砝码 出不了成绩是必然的 何况系统的轻训健康的联赛 才是国家队的根基 当多方都热衷短期利益 忽视轻讯投入 当联赛充斥不正之风 金钱有可能左右胜负时 这种被污染的足球土壤 自然无法提供培育人才的充足养分 当球迷们还期盼着李铁 能带男足国家队冲进世界杯 很多圈内人早就心知肚明 这样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作为圈内人来说 我们都没有信心 真的 经常你是处于消极比赛 你不管从心理从生理 你都是很放松的状态 你没有总是在一个 很集中的状态下 去完成这些技术战术 那你时间长了 那你这些你再想紧起来的时候 你是紧不起来的 现代足球绝对是科学 足球比赛还是需要真正的比赛 这样才能真正的锻炼到球员教练员 李铁从2020年1月2日被任命为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到2021年12月3日在球迷骂声一片中下课 急功近利的结果是上升的快 坠落的也快 不知他是否还记得 球员时代的自己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跑不死 而不是跑得快 我是非常后悔的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 一定要走正路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想一切办法去走捷径 倒在走捷径路上的不只是离铁 河北华夏幸福和武汉卓尔俱乐部 如今都已宣告解散 杜赵财和陈虚源也没能拿到想要的政绩 反而双双落马 还是那句老话 足球是圆的 有再多的权力和金钱 也无法任意塑造他的形状 球迷可以包容中国足球的落后 当时不能原谅五百 我作为足球足球来说 我负足球这任 我想深深地全国球迷 真的要谢罪 我错了 我自己真的认为我自己错了 我非常后悔自己 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吗 如果有后悔药可以买 我愿意我有的生命把它买回来 我也不会再去干这种事情 系列案件的查办 是对足球领域的一次刮骨疗毒 而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中国足球走了不少弯路 但永远都会有 痴心不改的球迷们爱着他 永远都会有孩子们 带着梦想走近他 他们赢了就快乐 输了就难过 一切都清澈而真实 他们的初心需要足坛管理者 和从业者去用心呵护 这次足球领域的凡夫 着眼的不只是当下 更是未来 纪检监察机关 针对发现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 开展一案促改促制工作 切实加强监督 推动相关单位 深刻 深刻吸取教训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 真抓实干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久久围攻 才能为中国足球的绿音场 开启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冰冰冻三尺 飞于日子寒 化冰 荣冰 肯定有个果子 查出足球系列福外界 不仅仅是查出那几个人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查出这个案子 推动足球领域 生态的改变 推动体育部门 汲取教训 生化改革 完善制度 正本清源 还绿荫茶 清朗的生态